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眼妆的示范 那我要用到就是一直很多人在催我的 一直都在问的这个Chanel的眼影盘268 那这个眼影盘呢 是我在8月份去巴黎的时候看到买的 然后当时还不知道这个眼影盘居然有那么热闷啊 然后我只是看到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而且四个颜色全都是接近 哑光还有雾面的颜色 加上这个红色非常漂亮 很特别 我就当时一下买了它这个系列的很多个产品 回来之后呢就没想到视频还有微博微信 都超多人在问这个眼影盘的画法 因为都觉得这个红色不太好驾驭 那今天呢我就请到了我的好朋友舒逸 来给我们做model 然后来示范两种不一样的眼影的画法 一种呢是比较偏日韩系的 然后稍微柔和一点的daily的这个妆感 非常自然啊 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比较适合 可能晚上出去啊约会啊跟男朋友吃饭啊 就是说会稍微有一点点女人为重一点点的这种妆感 那给大家做参考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眼影的示范 那我们就来示范第一个妆容 那这个就是什么样2684色的这个秋季的眼影盘 那我们今天就要用到的呢是它上面的这两个颜色 以这两个颜色为主 然后之后会在下眼再点缀一点点这个秋季的红色 那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眼影刷 但这个光泽感非常非常的微弱啊 其实可以忽略不及 然后这个颜色呢用在你的眼皮上面就会看起来有一种特别透亮的感觉 它不会是像这种百分之百全哑光的眼影 用起来容易有种色块产生 就如果你晕染不够均匀的话 这个颜色就不太会啊 正面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让你有一点点这种自然的轮廓的感觉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换第二个颜色 好我们用的是左上角的这个暖棕色啊 有带一点点巧克力色的这种暖棕色 那现在用一个稍小一点点的blending brush 然后我们就从眼尾往眼头的方向做一点点晕染 为了加深这个眼睛的轮廓 从眼尾的三角区开始 好往斜上方做暈染 好前面两个眼影的步骤我们已经完成了 现在可以看到眼睛已经出现这种比较深邃的轮廓 但是又非常的柔和 那我们现在要画的这个眼妆呢 就是带一点点这种日杂混血的这种眼妆 就是非常的柔和自然 那无论是学生啊还是上班族 就是这种daily可以画的这种眼妆 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眼影盘 只要用类似的颜色去都可以达到差不多的效果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用一个深棕色的 咖啡色的眼线笔 来画一点点外眼线 眼睛闭起来 我只会把它画在这个靠近外眼角的地方大概画三分之一 因为我想让这个眼妆的整体看起来 让它用颜色来突出这个眼妆的氛围 而不是靠线条啊还是比较重的睫毛膏 所以我们尽量就让它比较柔和一点 然后用一个细的眼线刷或者小的眼影刷 把它向后平拉 尽量晕开一点点 好就是这样子的效果 那完成了眼线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再次用这个眼影盘里面的右上角 这个有点带一点点香槟色的比较透的浅棕色 把它用在下眼影的部分 好轻微的向上看一点 好我会把这个颜色呢 整个下眼颈都涂抹上啊 然后因为这个颜色呢 它特别的自然很淡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失手的状况啊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画这种日常眼妆 希望你的下眼影自然一点的话 你都可以用差不多的方法 好就是找一个柔和的前棕色 把你原本的这个下眼影晕染开 这样的话你的眼睛看起来很有放大的效果 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眼影的步骤呢 尽量找一个小一点点的眼影刷 那我们就要用到这个色盘里面的主题色了 也就是这种充满这个秋冬的感觉的很漂亮的 蜂叶红色 好沾取这个颜色 我们要把它画在眼尾的位置 好眼睛上看一点 好它大概在我们的下眼影的后面三分之一 并且我会把它晕染到你上下眼尾交接处的这个小的三角形这里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画一个眼影盘的时候 它里面会有一个比较跳的颜色 就像这一盘里面 它会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那每个眼影盘的配色不一样 那这种颜色通常我们把它叫做主题色 那主题色有的时候其实你并不需要大面积去用 有些人在画眼影的时候 他很担心说没有办法突出这个里面的主题色 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只要画在可能眼头或者眼尾 或者是上眼影的这个眼尾三角区的地方 他其实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会不多不少刚刚好 但是呢他又可以起到一个修饰和这种画廊点睛的作用吧 突出一个小的重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红色呢顺着眼尾平着向外延伸一点点 它就是有延长眼形的作用 再转回来 那眼影的步骤其实差不多就完成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眼妆呢 就是既有这种秋冬的感觉 看起来又柔和自然 那最后一个步骤呢 其实你不加也可以 但如果你想加的话 可以用一个打亮的颜色 我用的这个产品是Chanel的眼影笔 这个颜色它是有点偏香槟粉色的一个眼影笔 我会把这个颜色用在眼头 我们就做一点点这个眼妆的提亮 尤其是如果是两个眼睛眼距比较近的人 非常适合用这样子的一个画法 它对你的整个眼睛的这个轮廓比例上面 就有一个很好的修饰 好那我们的这个眼影步骤就完成了 好完成了刚刚的眼影之后呢 我给舒逸加上了一层比较自然的假睫毛 然后我们没有今天没有用任何的阴线液 或阴线胶或者黑色的眼妆产品 然后下睫毛就不用刷 这样看起来稍微自然一点 那我现在呢要用的是一个带有霉姿色的 一个特别自然的唇蜜 这个也是Chanel的产品 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妆容的流行啊 就是很多人在用这种所谓的姨妈色 这种Burgundy Red这种颜色 或者说酒红色啊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担心这种颜色自己驾驭不了 或者说日常用的话会有点夸张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种带有一点点这种 霉红色的唇色 也可以用唇蜜代替唇膏 因为唇蜜它还是有一定的亮度 也有一定的这个透明度 然后用起来的话这个妆感会稍微清淡一些 好那第一个这个自然妆容的示范就完成了 那我现在就要来示范 我们用同一个268眼影盘 然后来变化出第二种妆容 那第一个妆容我们比较走这种 清淡自然柔和的路线 那第二个妆感我们会比第一个稍微重一点点 而且会更突出这个眼影盘里面的这个红色的主题色 就更有秋冬的感觉 我们会画出有一点点这种smoky eye的感觉 所以说看你要去的场合 如果说比如说你要去拍照 有photoshoot或者是说晚上出去啊约会啊或者出去玩 其实都是可以画这样子的一个妆容 那这个妆容的话也可以浓一点点也可以淡一点点就根据你的需要去做这个调节啊 我们就示范一个不一样的画法 那所以现在找一个小一点的眼影刷 然后沾取这个眼影盘里面的右下角的这个深棕色啊 它其实也是算把眼睛向下看 我们之前在示范过的这个眼妆的视频里面 我们有教过一个眼影盘里面最深的颜色 我们就把它叫做深邃色啊 它是它是用来暈染在这个眼线周围或者说眼尾三角区 就是让你的眼睛加深轮廓和深邃度的一个颜色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深棕色呢 压在这个上眼线的上方 然后可以稍微加重一点点在这个上眼影的尾部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眼尾三角区的位置 好 眼头也是一样可以加重一点点 我来睁开眼睛 好 如果不均匀的话不用担心 我们等一下还会做进一步的这个晕染啊 好 眼睛向下看 我们在刚刚的这个眼妆的基础上 可以直接添加这个颜色啊 前面的步骤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这个眼妆呢 我们几乎没有画什么眼线 只有在眼尾画一点点棕色的眼线笔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棕色来代替眼线笔 做到的这种深邃的感觉 但是用眼影来代替的话 它没有这种线条 太多的线条感 还有这种太锋利的这种感觉 它看起来会更柔和一点 然后层次感也会更好一些 好 来睁开眼睛 再往下看 好 来睁开眼睛 看正前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找一个中等大小的这个晕染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次的沾眼影盘里面的主题色 就是这个红色 好 来看一下看 我们在刚刚做好的这个深棕色的基础上 把它从眼尾 向眼头的方向做晕染 我为什么让你们选一个比较中等大小的刷子 就不要用太小的 因为它晕染的范围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点 好 并且晕染的线条会自然一些 在做这个深色晕染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少量多次 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有这种色块和不均匀的状况产生 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向上叠加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用同一个眼影刷 沾去这个红色 眼睛向正前方看啊 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呢 经常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尽量眼睛对着镜子看正前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主题色呢 晕染在你眼睛睁开范围的弧度的正上方 有多意思吗 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线呢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眼睛睁开的样子 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可以让你看到你的妆容完成之后 别人看到你的样子 所以一定要保持眼睛看水平的方向 然后把这个颜色晕染到你的这个眼睛的最外圆的部分 好 现在我们等于说就可以看到上眼影周围有一圈淡淡晕染开的红色 用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很容易的达到这个效果 而不是整个上眼皮都要画红色 好 现在我们看正前方 好 接下来的步骤我们要加强一点点下眼影呢 还是会用到这个眼影盘里面的主题色红色 那现在我们找一个小一点的这个smudging brush 也就是眼线的晕染刷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toner 或者像我用的是Mac的定妆喷雾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刷子轻微的把它喷湿 这个时候呢 再来沾取这个红色啊 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眼影更显色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现在我们要画一点点眼头 之前上一个妆感我们画的这个提亮眼影笔 提亮眼头的这个步骤呢 我用眼线已经轻微的把它擦淡了一点点 因为这个时候要叠红色上去 好 先上看一点点 好 我们就把它画在这个眼角 内眼角的位置 那下眼影的这个眼头的部分呢 我们大概把它画到三分之一就好 那这个妆感画出来呢 就感觉整个眼睛是被这个 很漂亮的枫叶红色环绕 然后刚刚呢 其实我们上一个眼妆留在眼尾 下眼尾的这个位置已经有红色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眼色还不够显色的话 想添加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你看上面也是一样用这个微湿的眼影刷 然后把它画在 把它画在这个下眼尾的位置 好 红色的部分就完成了 之后呢我们再找一个干净的 干净的这个眼影刷 然后呢不要太大 尽量小一点点 再沾取这个眼影盘 满右上角的这个淡淡的棕色 有点透亮的棕色 好 眼睛向上看 我们把它画在下眼影两段 红色的中间的位置 然后把它晕染 开上淡淡的做一个衔接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下眼影的这个三段色彩 就会变得特别的自然 好 然后现在已经向下看 记得我们刚刚第一个步骤 在画眼头的时候 用了一点点深棕色 然后现在我们也是用 右上角的这个浅色 把眼头轻微的晕开 把上半部分这个棕色晕开 然后让你的眼妆 有一个好看的间层 好了 那这个第二个 这个眼影我们就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这个妆感呢 我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然后呢 现在我用的是 Chanel的红色的唇膏 色号是169 那这个红色我觉得非常美 因为它不是这种正红色 它是带一点点这种桃红色 还有一点这个冷色调的蓝色 在里面 所以这种红色呢 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白 我觉得很适合亚洲人用 然后呢 今天搭配我们这个 这种有秋季妆感的 红色的眼妆 就非常漂亮 比较有这种 女人味的感觉 有一种优雅 还有性感的感觉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效果 好 那这个以上就是我们用 Chanel 268眼影盘变化出的 两种不一样的妆感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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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